公正党昨晚在甲州举办拯救马六甲活动 西蒙主席安华会见了西蒙领导人合约 200名公正党党员 让人意外的是 四位叛徒议员也出席 并获得英雄式的招待 据现场观察 当司仪介绍这四位出走议员时 诺依战还高举双手 表情洋洋得意 安华在活动中指出 四名出走国盟的甲州议员 选择与身为反对党的西蒙同在 而并非在西蒙执政时同在 因此他尊重原任双西乌浪州议员 伊德利斯哈伦等四人 他说 当马六甲解散州议会时 另一个选择是进入紧急状态 否则必须进行甲州选举 但这并没有考虑到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学生 学校现在开学了 学生们失去了两年的上课时间 近两年也导致各族贫困加剧 贫富差距拉大 他希望能够拯救马六甲和国家 并为人民斗争 演讲结束后 安华与西蒙领导人共进晚餐 拒绝接受媒体采访 晚上十点直接上车离开了会场 离开国盟的伊德利斯哈伦指出 他仿佛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西蒙的大家庭 他说 他自己还没有决定加入任何政党 需要多一点时间考虑 他坦言 当他进入公正党拯救马六甲活动现场时 并没有被喝到彩 也没有人叫他叛徒 他甚至受到欢迎 感觉就像加入了一个希望联盟的大家庭 至于他将在哪个州席上阵 伊德利斯哈伦说 这将由西蒙主席理事会决定 我现在更愿意加入一个有战略性和系统性的组织 我仍然有斗志和拯救马六甲的精神 让人民摆脱贪婪的政权 当记者问到西蒙是否向伊德利斯哈伦提出现议时 甲州西蒙主席阿德里指出 西蒙仍为针对州选一事进行任何商讨 西蒙主席理事会将在不久举行讨论 西蒙也在努力扩大队伍 不排除与其他反对党合作 虽然安华在活动上对四名出走的议员表示欢迎 不过却引来行动党议员和支持者的不满 甲州行动党议员刘志良在脸书发文调侃说 背叛行动党和西蒙的诺依战 今晚却有英雄式的欢迎 网民留言说 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四只青蛙 另一位网民说 EAP应该也很无奈 既然只能听从党的指示 那马六甲人也不愿意投叛徒的票了 我宁愿选PN的候选人 西蒙一面相致力 推行落实反跳槽法令 但另一边相右接收跳槽加入 马六甲西蒙的州议员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讽刺西蒙 究竟是要对抗跳槽 还是支持跳槽 或是反对离开他们正党的跳槽者 却支持跳槽 加入他们正党的人 纳吉今日 在面子书贴文时 更以不点名方式 炮轰从西蒙行动党出走 再倒戈国盟的援任 彭加兰科诸州议员 拿都诺伊战 称对方是一个更可怕的射手 Penembeck 任随心所欲的 在政党内跳出跳进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强调 行动党拒绝背弃 议员诺伊战 作为马六甲州选举的候选人 他一再强调 行动党不会接受诺伊 站上阵为候选人 他说 行动党会向西蒙 递交相关愿望 当被问及诺伊战 是否加入公正党时 他只是表示 不会接受对方 作为州选举的候选人 其余人拒绝置评 他说 行动党的立场 是支持西蒙主席阿德里 作为假州首长 行动党将在西蒙的旗帜下参战 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对于候选人 林冠英表示 会与西蒙成员党商量 此外 他敦促选举委员会 与政党讨论州选举的 标准操作程序 以确保他们 不偏袒执政党 对所有政党来说 都是公平的标准操作程序 他指出 事发缘故 选委会主席拿多阿都干尼 在公布州选举细节时 除了念错投票日期外 还发表了不符合民主选举精神的言论 即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才能投票 这些错误 让他们感到担忧 我们希望选委会能够 与各政党的代表会面 讨论对所有政党都公平的SOP 不让州选举受限于SOP 让州选可顺利进行 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 刘振东认为 即将到来的马六甲州选举 将迫使西蒙成员党 面临一个难题 即用哪个政党的标志 用于竞选 刘振东今天 在脸书发文称 公正党的一些人 想用自家的标志来竞选 行动党和成性党 则认为使用西蒙标志 就像是2018年大选的做法 马六甲州选举 将迫使西蒙在一个棘手的问题上 做出决定 即使用哪个竞选标志 今年3月 行动党和成性党中央领导层 分别决定在第15届大选中 使用西蒙标志 西蒙主席理事会 后来于8月23日 同意使用西蒙的通用标志 然而 仍有许多公正党党员 试图游说使用蓝眼 作为共同的象征 他说 最终的结果 很可能是 所有成员党 都使用西蒙官方标志 尽管如此 他说 有鉴于马六甲州选对中央阶段的影响力不大 公正党可能会拿自家蓝眼标志做实验 他认为 这么做会让选民误会西蒙分裂 进而影响人民 对西蒙的信心 他说 若西蒙 在共同标志下团结 选民就会是西蒙 直到第15届大选时 依然是团结 始终如一和具说服力的联盟 若马六甲州选 同时出现公正党和西蒙标志 来届大选很可能 也会保持这种状态 这必定会引发 一系列新的部署与安排